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殷琪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首先让我们来梳理近期的文化热点 国庆中秋来临之际 一批优秀经典剧目 展演经典歌曲展播活动 在全国各地开展 国家经济院联合全国 19家戏剧院团院校 举办的至祖国金剧名家 经典剧目展演活动 日前在京举行 龙凤城祥 四郎探母等 20多部金剧经典剧目 采用线上加线下的演出模式 满足观众多元需求 此外 向经典致敬 中国经典电影电视歌曲 展演展播特别节目 日前在人民日报海外网播出 节目邀请了全国各大青少年合唱团 演唱《闪闪的红星》 《地道站》 《王二小》等 多部中国经典电影电视歌曲 2020北京CBD影像季展览 日前在京举行 本次展览以CBD光影故事为主题 设置了抗议故事 色彩故事 爱故事 梦想故事 建筑故事 五个主题 还特别设置了 关注年轻人的样式角板块 其中 记录疫情期间 医生为CBD居民做核酸检测的 疫情阻机站之核酸检测 雨后低云层之下 CBD全貌的天空之城 等200多件优秀作品 在北京CBD白领驿站环球金融中心 等五座CBD写字楼及商场 开辟展区进行展示 去年十一期间 上映的《我和我的祖国》 以超过31亿的成绩 勇夺国庆档票房冠军 姊妹片《我和我的家乡》 也成为了今年国庆档 备受关注的热门影片之一 这部影片同样是由数个短片组成 九大导演 近百位演员组成的 中国喜剧梦之队 从东西南北中 五个不同的地域维度 展现出家乡独特的自然风光 和风土人情 唤醒人们对故土的思念和依恋 对家乡巨变的骄傲和自豪 9月28号晚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 在中央网校举办首映 总监制张艺谋就电影创作 与观众进行了现场交流 我们是我们年轻的导演 在把东西南北中 他们以喜剧的方式 拍了这样一部电影 喜剧其实是最难拍的 让人欢笑 还希望笑容有泪 高级的喜剧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们尽量让这五个导演作品 呈现了不同种不同的姿态 尽量让它照顾到各种层次 所以可能有那些年轻 非常喜欢的闹腾的 一些夸张的东西 但是也有比较深情的 一种感情的东西 希望都有 2020年是全面进程小康社会 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 延续《我和我的祖国》 集体创作的方式 以空间为续 讲述祖国五大地区的家乡故事 从一个个小人物为切入点 展示了家乡蓬勃发展的新面貌 喜迎小康嘛 其实是一个好事 是一个喜事 就是说全面小康是一个 这么多年的一件大事情 那既然这个是一个主题 那我们应该是一个喜剧的办法 来呈现给大家 希望给大家更多的欢乐 明昊葛优再度合作 打造北京好人单元 上演张北京续集 镜头对准在北京漂泊的异乡人 由陈思诚指导 黄博 王宝强 刘浩然等主演的 《天上掉下个UFO》单元 讲述发生在贵州前南苗寨的 乡亲致富故事 我就说我们有没有可能 参考这张老照片 恢复出来一堂课 来帮助一下范老师解决问题吗 徐征指导的最后一课单元中 范伟饰演一名 曾在望西村支教十年的乡村教师 晚年重返乡村课堂的故事 上课 我们的定位是东西南北中 然后我因为是南方人 所以当时我先提出 我能不能选择这个东边 那我们公司里面有一位小伙伴 他自己的家乡就是在千岛湖的 他说你来拍我们家吧 我说千岛湖 我说我也没去过 结果他给我看了很多资料 我真是没有想到 这边是这么美 所以那我说我们就拍千岛湖 我说就是我们可以 整个呈现这个青山绿水的 这么一个面包 这个电影的这个大的主题 定位为改变 改变呢就要呈现 就是说过去和现在 这两个不同的这个状态 那么呢在这个当中呢 我们就想到了一个老师的故事 就是在异国他乡的一个老师 当他再次回到家乡的时候 发现家乡的变化 已经这个翻天覆地了 然后关于支教的这个主题 是在整个这个构建当中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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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现出来的 然后我们突然发现 这个关于人的故事 关于教育的故事 关于一个老师 对孩子的这种育子之心 当这个主题的这个情怀 嵌入到里面去以后 我们觉得对这个主题来说 更加这个柔软了 更加有意义了 毛巫沙漠 由邓超和余白梅指导 邓超严依主演的 《回乡之路》单元 演绎陕北乡亲交四百万亩 毛巫速沙漠 遍绿地种苹果的故事 是卖苹果的 咱俩扫个微信 年龄演的这个人物 《回乡之路》 首先是来自于情感 这个就是我作为陕西人 对我家乡的情感 也是对我家乡故人的情感 我是2000年来北京的 我今年正好45岁 所以我离开家乡呢 有20年 18年的时候 我回过一次山北 和当年完全不一样 黄土高坡 没有黄土 到哪儿都是绿的 这是很不可思议的 然后这次我们又知道 毛巫速沙漠 几百万亩的毛巫速沙漠 现在没有沙漠 这些就是我们最初的素材 我们又得到一个讯息 2018年的时候 也就是两年前 榆林研制出了沙地苹果 是在沙漠里种出来的苹果 这些都是 跟上我们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戏剧的出发点 你是不是读卡器老化了 兄弟 我的读卡器 其实再更行 也都不了公交感 这个游子 对于家乡的情感 就它本身 包括我们的直杀英雄 就真正这些原型 我们在影片的最后 还有很多很多的原型 教师 直杀英雄 还有我们的 刘玉琴 刘大姐 我们家乡 江西就是 山清水秀又好吃 我希望 这次我和我的家乡 拍完之后 会有下一部 我和我的家乡拍江西的 难道说我要你送我 一屋子的项音锤 明白 在颜飞和彭大摩指导的 神笔马亮单元中 沈腾玛丽再度合作 讲述一位画家 当驻村书记 所引发的一系列 令人啼笑皆非的温暖故事 你们家到底 谁说了算 我们家实力说了算 五个故事单元的人物 用不同的方式建设家乡 引发了观众 对家乡的情感共鸣 我家乡就是衡水市 也就是影片中 第一个片段中所说的 所以听到那个声音 很熟悉 因为我们五一线就是国家级的贫困线 然后它是2018年脱贫的 在整个脱贫的过程中 很多的人付出了很多 所以看这个影片的时候 心中也是百感交集的 我们是昭东市大观线的 大家看就是我的眼睛都红润了 就是这一部电影的最后一部 就和我们的生活特别接近 基本上是现实版的 因为我们就是乡镇上的干部 然后看到驻村第一书记 也就是那个马书记 家人不支持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义无反顾的 就是把前身新的 这个都投入到农村工作 然后因为我在乡镇野 分管就是猪村工作了嘛 所以看了之后 我特别有感触 真的 它就是我们农村工作的一个缩影 也有搞笑诙谐的地方 也有让我们特别感动 有温情的地方 让我们收获特别多 感触特别大 奔腾的江河 连绵的群山 家乡的故事总也讲不完 总是打动人 那是我们所有人心中 都难以割舍的地方 正如主创团队所说 家乡是出发地 也是目的地 他们希望影片能够带来 欢笑喜悦之余 也能勾起人们 对家乡浓浓的眷恋 让每一个在外打拼的游子 都能够尝回家看看 为家乡的发展 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获取更多的文化资讯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 关注文化十分公众号 参与互动 不仅有机会 迎娶演出门票 或者是文创产品 还能够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 有机会和您喜爱的艺术家 面对面 也不如观众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